塑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却也酿成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环境污染课题 英国普茨茅斯大学的梅根教授 自两年前提炼出能分解塑料的酵素后 再次提升酵素分解速度到原有的六倍 让回收塑料有了实质意义 2016年日本科学家首次发现 能够释放酵素分解塑料的细菌 然而其分解力仍不具有实质作用 四年后的今天 由普茨茅斯大学 以及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共同组成的研究团队 更上一层楼 透过观察并模仿细菌如何分解塑料 并对它加以改良 生产了能降解塑料产品中聚酯的酵素 大大增加分解力度 所以这新的第二个细菌 是它超过六倍的细菌 开始令它非常有趣 提供它进入装塑料 进入装塑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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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在環境中 可以长一百多年 但明显如果我们可以 进入装塑料 我们必须把这些细菌 做成一段时间 进入装塑料 进入装塑料 与PET酶结合 合成更强大分解力的酵素 酵素能分解塑料内的锯脂 并再次变成原料 重新使用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够避免使用 更多石油生产塑料 让塑料能够真正的回收 我们已经有100新的 新的生产生 新的生产生 我们正在建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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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他们更快 复制成 我们正在建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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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些生产生 做得很好的 在生产生 和一些生产生 和一些生产生 做得很好的 在生产生 有些生产生 或是 产生产生 产生 所以我们希望 要有一个 toolbox 的生产生 我们可以 deploy 到 这份研究目前已经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世界自然基金会今年初预估 全球海洋的塑料垃圾量将在2010至2050年间增加四倍 换言之到了2050年 海洋的塑料垃圾总量将会超过海中的鱼类